进入开机界面以后 每次开机都要点击一下复位 长按两秒到三秒 按两到三秒钟 它这些工位 然后这边显示复位完 归到远点 它这边会提示复位完的 按钮显屏上面的按钮会显示复位 复位完 然后再打到自动 再点击启动 就开始设备开始运行 开机前必须要把这个 要把开机时候这个复位 长按两秒钟 能看清这个显示复位 显示复位完成以后 再调到自动状态上 再点击运行